我是孤儿 自小没有父母的疼爱 婚后蒲蒲认为我没人卖没关系 没人撑腰好欺负 每天使还我给他当司机当保姆 蒲蒲到儿子结婚 弄我们借房子 结果婚后却纠战却吵 我带着自己公司体系完善的律师团队 把他们告上法庭后 他们傻眼了 永子啊 你叔叔你哥马上就要结婚 你准嫂子还怀着孕 现在还没个房子 他们在结婚啦 蒲蒲一大早就来到我家 急急躁躁要借我们房子一用 妈 咱当时说好了 你和爸就准备了这套楼房 我和大哥谁先结婚 谁拿这套房子 老公一听蒲蒲这话 瞬间也有点上火 怎么大哥结婚还要住我的房子呢 蒲蒲急得要掉眼泪 委屈巴巴了用袖子抹抹眼角 你大哥三十多了 好不容易才有女朋友 这眼看要结婚嘛 就是借来当婚房用一下 结完婚就还点你们 眼泰印象强势的婆婆 突然低声下气地求我们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哈 那我们先回老家住几天 我握住蒲蒲的手 示意她别急 蒲蒲一听我俩松口了 立刻换上一副笑脸 把我手甩开 那既然都同意的话 你们今天就收拾一下 明天他们就要来了 这么急 老公皱眉 我看着被蒲蒲甩开的手 现在大嫂怀着王家的孩子进门 蒲蒲对我原装都懒得装了 我是孤儿 蒲蒲一直认为我没人卖没关系 没人撑腰好欺负 甚至上学时的学费 还是靠人资助 她经常带我上班的 使还我给她当免费司机 假期来我家 让我给她当保姆 但自小没感受过家庭的温度 这些我都忍下了 毕竟她也没有很过分的举动 可她不知道 在我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被亲生爷爷寻回去了 原来我爸妈是亿万富豪 我三岁意外走丢 父母在寻找我的过程中 车祸生亡 只留下年迈的爷爷 可惜爷爷也在找到我不久之后 撒手人寰 因此我也继承了家里的公司和房产 因为知道婆家人的尿性 我并未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甚至连老公也不知道 他们都以为我 还是那个无依无靠 每月拿着点微不工资的孤儿 很好欺负 瀑布站起来 手里已经开始收拾我们的东西 嘴里还嘟囔着 就是说呀 要不我怎么还来求你们 我脸色一僵 好像掉坑去了 没想到 我和老公几个小时的功夫 就被婆婆从家里拽出来了 我们的私人物品 全都被拿出来了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包 婆婆甚至还十分贴心 给我们找了搬搭公司 然后就自己打车回家了 留下我和老公 在风东凌乱 婆婆是下午来的 等到我老家的时候 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我们卸下 行李准备回老家 却被司机师傅叫住 哎 还没给钱呢 下单的人没给你钱吗 我惊讶开口 没有没有 正常都是三百一趟 但是这次干到凌晨了 要加钱 司机师傅打着哈欠 语气已经有几分 不耐烦了 我看了眼已经关灯了老家 无奈把钱付给她 和老公把行李搬进屋的时候 动静大了点 不小心吵醒婆婆 婆婆睡眼萌萌 从卧室走出来 皱眉 大晚上的你俩 能不能小什么点 明天我还要去 帮你们大哥进新房 真耽误人睡觉 妈 是你非要让我们今天搬的 这么着急 我们一直到现在才搬吗 我语气里带点怒气 很是不满 婆婆不爽地看得我 房子是你们同意了 借定你们大哥的 明天就要住进去了 你们今天 当然要赶紧搬出来 单到这么满 还不是因为 你们手脚不利索 默默唧唧的 说完 就朝卧室走去 老公高又搬来 最后一个大箱子进来 见我一脸委屈 放下箱子安慰我 老婆被气了 等大哥结完婚 咱们就搬回去 我点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 又被婆婆拽起来 你也不看探几点了 担心起床 跟我去房子打扫打扫 这么脏 怎么住新人 婆婆额头紧皱 眉头拧成一片 我睡眼朦胧 强撑着睁拍眼 折腾到凌晨四点多 才睡下 现在才七点 无奈抬口 妈 我才睡了不到三个小时 别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你嫂子中午就要去房子了 咱们快去打扫一下 她还怀着我们王家的大孙子呢 婆婆拉着我胳膊 想不拽起来 她力气很大 拽着我胳膊特别疼 我吃痛 无奈起床 婆婆家在乡下 距离城里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老公为了防止迟到 六点左右就走了 我捧头供面 跟着婆婆去城里的房子 婆婆让我打扫厨房 打扫卫生间 婆婆一个人在客厅 噼里啪啦了一阵响声 眼看了我最近刚在家里 添置的几个名牌摆件 对婆婆当成垃圾式的 往垃圾桶里扔 我忍不住想要开口 妈 这些东西很贵的 你要是不想 留着放在一边 以后我长得香得搭回去 婆婆撇嘴 拿着其中一个摆件敲了敲 就这 很贵 一堆破铜烂铁 都扔掉 劝说我无果 我开始期待婆婆知道 这些东西价格的样子 她还让我去买垃圾桶 和其他生活用品 要求全都坏心的 被婆婆来回使唤的 各个房间来回跑 我大汗淋漓时 门口传来一阵 喺嚷 妈 我们来了 门口传来女人甜美色的声音 是大嫂 大嫂见我蓬头贡面 大汗淋漓的样子 洋装惊讶 辛苦弟妹了 还帮我们打扫房子 大哥王伟 把行命拿上来 见我在打扫卫生 不冷不热地喊了声 弟妹扑不见大嫂和大哥来了 立刻换上笑脸迎上去 扒拉开我 小心翼翼护着大嫂 哎哟 我们盲家的大宝贝 你可得小心一点 有什么事使唤你弟妹就好了 快坐在沙发上去休息 一会妈亲手给你下厨做饭 这和蔼可亲的模样 让人看来真是位好婆婆 大哥一脸臭屁 妈做的虾仁蛋羹可好吃了 这次一定要让莉莉尝尝 我早就听说 妈做的虾仁蛋羹一绝 今天一定要尝尝 不过妈做啥我都爱吃 大嫂小嘴很甜 把蒲可哄得很高兴 她转头看点 蒲可刚刚准备扔掉的板舌 脸色一变 这个应该是某某新出了百件吧 怎么扔了呢 蒲蒲微愣 开口 这是你弟妹买的 你要是喜欢 咱就留下 文言 大嫂上下打量我 试探道 弟妹从哪买的 满仿真的吗 呵呵 我朋友淘的便宜卖给我了 我撒谎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嗨 她就一个穷姑儿 一个月才挣三四千块钱 哪有钱买这些东西 大郭窝在沙发上嘟囔着 毫不在意在大嫂面前贬低我 大嫂一听这话 看我的眼神 也大了几分轻孽 大嫂肚子咕咕叫几声 闹了的脸红 早晨起来的早 也没吃的饭 现在有点饿了 瀑布一听 赶忙招呼大嫂坐下 她去做饭 客厅就留下大嫂和大哥两个人 留下来也是自讨没趣 我借口扔拉机就留下楼了 顺道还回公司处理了一下事情 等我回来的时候 瀑布足足做了六道菜 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一家人其乐融融 瀑布见我回来 端对我一碗白粥 多喝点粥 养胃 说完 看都不看我一眼 转头去给大哥大嫂添菜 我从昨天 瀑布让我们借房子 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帮忙 最后连顿正经饭都吃不上 窝里肚子火 伸勺子想去挖下人蛋羹 不料 大嫂不满地择了一声 瀑布立刻伸筷子 打掉我的勺子 你吃你的饭 你大嫂怀着孕呢 你和他抢吃的算 怎么的事 大哥见我背胸 一脸神气地 挖了一勺虾人蛋羹塞进嘴里 嘴里还发出巴唧巴唧的声音 瞧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我累死累活给他们干活 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我忍得一时地 不畅快喝白粥 甚至饭后我说我先走了 都没人理我 很快 大嫂和大哥完婚 我和老公商量着 尽快把房子要回来 可别再生事端 结果每次提这事 瀑布都打了哈哈糊弄过去 一会说你哥和嫂子 刚住进去几天 接着就搬太不方便 一会又说嫂子的胎还没坐稳 他搬家累着他 老公实在憋不住了 但房子是我的 我想要回来 还就这么难吗 一听老公急了 瀑布也不装吗 佣子 我就给你说实话吧 那房子我不准备给你了 还是给你哥吧 老公黑人那好脸 我就知道 婆婆是打的就算盘 房产证上是我俩的名字 你怎么得大哥 我眯一眼 看得婆婆无理取闹 我是王勇的妈 她大也要听我的 婆婆吼叫 王勇无语 妈 你当我是傻逼呀 你把我逼结了 我能直接把哥和嫂子赶出去 你信不信 佣子 你不是对你哥最亲了吗 是不是受到这女人的指使 婆婆脸色胀红 手指多得缩缩指着我 转脸朝向我 你个穷脏货 我就知道你是看上我们家的房产 自己是孤儿没亲人 还想拐跑我儿子 说完 挥手要对我一巴掌 老公还没反应过来 我擒住婆婆的手臂 冷笑 你骂好几年了 骂过了吗 王勇又不傻 这房子是他的 他不争 谁帮他争 婆婆开始哭天喊地说 不孝子娶了个不孝女 一把鼻涕一把泪 惹得王勇又开始惭愧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直接没理 转身就走 去车回公司 最近公司招聘一大批新人 忙死了 我哪有这么多时间 帮跟瀑布扯歪理 我一到公司 人事部的部门主管就迎上来 毕恭毕敬 苏总 今天通过筛选的人员简历名单 已经放在您办公室桌子上去了 请您过目 我点点头 大踏步向电梯走去 走进办公室 桌子上落着厚厚一摞简历名单 我暂时把家里的凡心 是抛之脑后 专心事业 就在我筛选着这次的 应聘人员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 熟悉的正面照 看了眼前这人的信息 我笑了 我刚下手中的简历 拨通电话 林布 你查一个人 等我从公司出来的时候 已经上夜色了 我喊上了公司体系完善的律师团队 回家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 大嫂想起身开门 对婆婆拦住 你好好坐着 别乱动她 我去开门 婆婆踢太了拖鞋 边走边闷 这个点了是谁啊 结果一开门 整齐华衣的飞色西装 让婆婆一惊 你好 我们是苏玉小姐雇佣的律师团队 苏玉小姐说 有人非法侵占她的房屋 她找我们上门调解 婆婆头一回见 这么严肃的场面 被吓得脸色惨白 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大哥和大嫂 听占动静都出来了 看见这场面 也是一愣 谁侵占苏玉的房子了 这是我爸妈买的房子 大哥怒气冲冲 对着外面的律师吼叫 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苏玉小姐 和王勇先生的名字 律师面无表情 陈述事实 我拨开律师团队 从他们身后走出来 冷眼看得三个人震惊的表情 侵占民宅 想被我告上法庭吗 婆婆见到我咬牙切齿 你拿着那点破工资 还有闲工夫 找这么多律师上门吓唬我们 我呸 小心我要说你不笑 让你在这小区活不下去 动静闹得不小 对门的邻居 还伸出头来瞅几眼 眼看这么多 骑刷刷的飞衣人 不想惹事 又把头缩回去 哈 我随便你去说 难道你想让你大儿子和儿媳 被我告上去 在里面待几天吗 我威胁婆婆 眼看她眼神慌张 继续引导 不想被告上去的话 就赶紧把房子还给我们 弟妹 这一定是有误会的 大嫂见局师对他们不利 又面带笑容出院庄老好人了 我们的北翼本来就是要搬的 是最近我刚怀孕 胎还不稳定 踏出意外才耽搁 你放心 我们很快就搬 你先把这些人弄走 看得挂虎人的 什么时候搬 要不就明天吧 五步步紧逼 大嫂嘴角一抽 明天 太急了点吧 明天不搬 我就走法律程序了 我威胁 好好好 明天一定 大嫂赔笑 大哥显然不服气 还想开口理论 却被大嫂拽住衣袖 辛苦你们了 明天去财务领奖金吧 我嘱咐到 律师团毕恭毕敬地点头离开 老公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把律师团遣丧了 看得气喘吱吱吱吱的老公 我告诉他 事情解决了 明天 他们把房子还得宅 老公目瞪口呆 你一个人怎么对付他们三个的 我找之前的直系学姐 借他公司的律师团用了一下 现在还不是说明身份的时候 我平静地回答 我说 要把他们告上法庭 他们一下子就怂嘛 老公喜笑言胎 紧紧抱住我 不愧是我老婆 自从我把婆家人赶出去之后 他们停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我回家看见婆婆一脸讨好 穿的围裙出现在客厅时 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冒出 玉玉回来了 快来吃饭 老公端的菜从厨房走出来 招呼我坐下 笑嘻嘻地说 咱妈专门来做了一桌子好菜 说房子的事是她的不对 来给咱道歉了 眼看王勇给自己说好话 婆婆趁热打铁 往我碗里夹菜 玉呀 是我欠考虑了 这房子当初说好了给你们的 我不该再想比你大哥他们 这是妈的错 妈给你说声对不起 眼看碗里的菜堆成小山 这应该是我嫁进来这几年 婆婆第一次对我夹菜吧 要不是看见马里有茄子 我差点就以为 婆婆对我是有亲情的了 见我盯着碗里的菜不说话 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王勇看见了茄子 慌忙夹走茄子 妈 郁郁茄子过敏 哎哟 我给忘了 婆婆马屁 胎在驴屁股上 十分尴尬 但很快 又恢复笑脸 妈想着 你们工作忙 天天就吃外卖啥的 对身体不好 要不然妈来你们这里 照顾你们几个月 大嫂不是怀孕了吗 妈放心 把大嫂放家里吗 婆婆最关心她的孙泽 怎么还想来照顾我这个 进门好几年 没生出孩子的人 老公倒是很乐意 婆婆来家里督住 虽然之前闹得不愉快 但毕竟是亲妈 你大嫂说 找了大公司工作 准备去上班呢 说叫什么苏氏集团 我让她安心养胎 她死胡不听呢 我在家里跟她大吵一架 她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玉呀 你不知道她多难伺候 每天要燕窝吃 我哪有那么多钱 去给她买呀 我才不要回家 在她登前受气 还是玉你好啊 大嫂进了我们公司上班 我略有耳闻 听说架子不小 刚上班没几天 就把人得罪变了 可偏偏貌似 有人护得她 婆婆一顿输出 像是和大嫂吵得很凶 眼看婆婆把行李全带来了 老公又有这种意向 没有合适的理由 我自然也不能把婆婆赶出去 婆婆一反常态 早晚伺候我们吃饭 每天早晨都给我现磨杜浆 说是早晨喝杜浆对身体好 并且是我独一份 连老公都没有 老公因此还吃醋说 婆婆现在对我跟亲生女儿一样 她好像是女婿 婆婆磨得杜浆度胃香醇 可口美味 我每次都忍不住 喝完一杯还想喝 但婆婆说 适量喝就好 每天只准备一碗 最近总感觉很疲惫 每晚早早倒头就睡 早晨又起不来 婆婆他们说 估计是快冬天了 发懒症了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这天早晨 我接到公司的起电话 比往常起的早半个小时 昨晚老公出去应酬 很晚才回来 我捏手捏脚起来 生怕吵醒她 婆婆已经起来了 站在厨房准备磨豆浆 我想要去打个招呼说 自己有急事去单位一趟 不料 婆婆偷摸 在裤兜里掏出小包东西 恶狠狠 还想让我伺候你们 做梦 每天都喝这下儿药的豆浆 还美滋滋的 就是个傻货 等你死了 这个房子就是我孙子的了 说完 把一包不明粉末 全都加进去了 我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声音 后背躺了一身冷汗 婆婆果然没安好心 她吓要害我 苏小姐 您现在是不是经常 感觉十分疲惫 医生看的检查结果 皱眉问道 是的 我以为是因为冬天才这样的 我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 我着急问道 您可能是服用了慢性毒药 短时间服用会让人感到疲惫 长时间服用会让你的身体 一点点垮掉 直到最后死亡 我失魂路破 从医院走出来 是出反常必有妖 婆婆真是好狠的心啊 突然我想起来 当时在家里按了一个监控 她家里近陌生人按的 现在让我勘探 我的好婆婆在干嘛 监控里 婆婆正坐在客厅打电话 儿媳妇 我跟你说 苏玉现在的身体 越来越疲惫了 我估计她活不了多久了 等她死了 我找个理由 把勇子挡回老家 到时候你和维子搬进来 让我的宝贝孙子 住这大房子 语气越来越激动 没飞色舞的样子 让人难以想到 她在说杀人计划 妈真是辛苦你了 还为我们想着 大嫂还在说着客套话 把婆婆哄得一愣一愣的 哎哟 还得是你想的好法子 还找到了这么好用的药 她根本察觉不到 我把药全藏在我卧室的药匣子里 她问起来 我也就说是我吃的药 我原本想的 只要她们不再做药 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没想到 她们竟然要置我于死地 这次我要赶尽杀绝 我找到婆婆藏的药 还有十好几包 我全都给换成了糖粉 然后我就装度不知情的样子 每天喝着比一瓦 要更甜一点的豆浆 婆婆每天笑嘻嘻地 叮咚我喝豆浆 笑容越来越灿烂 我保存了所有毒药和监控 默默看得她在饭居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如她们所想 我看起来身体一天一天变得虚弱 终于 在这天吃饭的时候 倒在她面前 我已经让秘书在医院提前安排好人了 玉玉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婆婆一进病房 就开始人母狗样哀嚎起来 正吃着早餐怎么就晕倒了呢 只有王勇是真的担忧 一直守在我床边 婆婆看着我惨白的脸色 急迫地为医生我的情况 医生 我儿媳妇怎么了 她怎么突然昏迷不醒呢 医生往我这边瞅一眼 按照事先 我嘱咐的说辞 原封不动告诉婆婆 现在我们还不清楚病因 正在检查当中 说完又跟盲勇嘱咐几句 转身离开 婆婆接了电话出去 回来带着大哥和大嫂 孙秘书还在病房不远处地走廊等着 大嫂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董事长身边的秘书 还笑眯眯地打招呼 听孙秘书董事长在住院 大嫂还表示 一定要去看望一下 是孙秘书董事长洗净才肯罢休 到了病房 大哥假心假意拍拍王勇的肩膀 已是安泪 大嫂还硬是挤了几滴眼泪 弟妹怎么突然病倒了 哎哟 你说说我上了班呢 刚接到电话 就刚过来了 王勇现在完全没有心情 回答他们的问题 四个人都很焦躁地 等着我的检查结果 一直等到晚上 我醒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 没有发现异常 估计就是工作过于疲惫 仨人明显有点忙 这不是该死吗 眼看我神色好起来出了院 他们有些急躁了 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 婆婆按捺不住了 在我出院后加大了伎俩 这次不到一周 我又进了医院 这次刚进医院没多久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王勇因为这是哭了晕 醒了继续哭 婆婆洋装撕心裂肺地哭喊 我的儿媳妇 我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呢 大哥大嫂 装模作样 掉几颗眼泪 一丝一丝 就在他们以为我必死无疑的时候 我被推回病房 我脸色惨白 睁开眼睛 十分虚弱 王勇趴在我床前 紧紧握住我的手 哭肿了眼睛 老婆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病得这么严重了 而媳妇啊 看来我们还是没有缘分了 才做了几年 家人你就要走了 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多么感人之身的画面 我虚弱地看向婆婆 妈 有个事 你可一定要帮我做主啊 你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 妈一定帮你 进来吧 孙秘书 孙秘书走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平板 和药物鉴定调 并将他们扔在沙发上 大嫂在看见孙秘书的那一刻 脸色就十分难看 接着看见了 我书籍的证据 脸色越来越难看 王勇抢先拿起来 他不明所以地看着 脸色越看越轻 幕后 妈 你们都对郁郁做了什么 婆婆慌乱 你这贱人 怎么还装监控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已经构成蓄谋杀了 我冷眼旁观 你 你别血口喷人 大哥手指 多得缩缩 指着我 哈 你们想杀我干嘛 不就是 想要这套房子吗 我冷笑 王勇听着 瀑布说等我死了 要把他胆出去的话 瞬间泪流满面 妈 这么多年 你还是偏心哥哥 不顾我的死活 没有啊 你是我身上 带下来的一块肉啊 妈 婆婆撕心裂肺 你嫂的怀孕了 我得先为自己的孙子考虑吧 你和苏玉还没有孩子 这话也就偏偏她自己罢了 孙子 妈 你真以为她肚子里 怀的是你的孙子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挣住了 婆婆 王勇 王勇三个人 都死死盯着大嫂 大嫂心肇加快 眼神开始变得不自然 调大一量 得自己壮胆子 你别胡说 我的孩子 就是盲家的 孙秘书 打东西给我大哥 大嫂和婆婆看他 我吩咐 好的董事长 孙秘书点头 从孤门包又拿出来一份文件 董事长三个字一出 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惊住了 我这个孤啊 居然是苏氏的董事长 婆婆颤颤巍巍打开文件 里面有一大照片 和一个录音笔 照片上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缠绵的正是我的大嫂 大哥读过录音笔打开 大嫂的声音传出来 李总 人家怀孕了 算算日子 应该就是跟你一起旅游那次 我提前去看了 试得拿海 我准备和男朋友说 这孩子是他的 然后赶紧和他结婚 让他那一大冤种 养的咱们的孩子 我男朋友他妈可怕有个孙子 白捡的孙子还能要 这个李总是我们公司 销售库的老总 大嫂以专科学 历尽我们这种大公司 全是这个老总的暗箱操作 她他们一是办会旅不清 我还解释了一下 婆婆一急晕倒在地 大哥胸腔窝着一团火直冲脑门 你真会算计啊 让我得别的男人养孩子 还让这孩子抢我们家的房子 大嫂腿软跪倒在地 抱着大哥的腿恳求 老公 老公我错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马上就把这些孩子打掉 我们可以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大哥一巴掌给他呼到一边去 呸 你真恶心啊 此时 门外传来一阵响声 警察 麻烦他下门 大哥瞬间跪下 求我放过他们 弟妹 我们错了 都怪这个恶毒的女人啊 你放不妈和我吧 大嫂自哀也不想自己背黑锅 眼叹大哥是不会原谅他了 索性要死一起死 是你说除道疏欲就好啊 装什么烂好人 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 眼叹他们狗咬狗 我面色渐渐好起来 坐在床上叹气 直到孙秘书把警察放进来 才结束这场闹剧 王勇对家里人彻底心灰意冷 坚持和我一起捍卫权力 他们蓄意谋杀我 就该付出代价 王勇对我的决定没有意义 我们都是受害者 最后判决下来了 大嫂和婆婆 作为执行者被判十年 大哥作为参谋人被判八年 自从得知我找到家人之后 老公陪我去祭拜了家人 甚至在得知 我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之后 王勇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敬畏 我无奈了笑 别这样 我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是找到了家人而已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第一次感受家人的温度 就留下了不美好的回忆 老公紧紧抱着我 可是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我拿出一张纸递给老公 我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老公的眼神中充满着兴奋 我笑 是的 我们要当父母咯 要一起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哦 优优独播剧 ready